宜蘭家福基金会目前在全台发起家福带用餐的服务 宜蘭希望能够获得100间的店家来响应 并且期待透过带用餐的管道来发掘需要协助的个案 由社工第一时间来介入了解 能够给予他们适时的帮助 为帮助需要的民众温饱 宜蘭家福中心号召爱新店家自愿提供带用餐 而这些店家从8月开始正式挂上爱新带用餐商店的辨识牌 每天提供6到10份免费餐点给需要的民众 而家福中心表示 他们的模式是希望这些需要的人 更有尊严可以享受带用餐以及店家的爱心 只要他进来我需要一碗带用餐 那我们的店家都只能提供一碗热灵的餐食 所以我们知道台湾目前的带用餐的情况是 公共有求 因为要筛选个案要签名要登记 那这些人觉得进去他有很多 需要很多的勇气跟委屈 那我们希望家福需要的个案 进来里面都能够被尊严的享用 除了吸引爱新店家加入家福带用餐服务以外 家福基金会也希望透过带用餐的管道 发掘需要协助的个案 由社工人员在第一时间介入了解 并且提供后端资源给予世界的帮助 今天来 明天来 后天还来 我想他可能不是一碗面 或一个店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我想后端他可能有医疗问题 可能孩子的教育问题 可能孩子有其他的一些经案问题 那如果我们店家发现这个个案章常来 带着孩子来 他能够组织很多通报的家福身心 那家福基金会第一时间就去这个家庭 去保释 去了解 后面的一个辅助系统 自由已经可以进来 我想他能够正在帮助到这些东西家庭 一定需要帮助到家庭 家福待用餐服务模式 是由家福中心跟爱心店家合作 帮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所以如果现在有店家 也想加入爱心行列 可以跟宜兰家福中心联络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 采访不得 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恒